今年政府推出第七批銀債 和去年比較主要有兩項變動 第一,目標發行額會由去年的300億港元 提高至至少350億港元 政府也可以視乎情況 進一步將發行額提高至最多450億港元 第二,銀債的定息,即是保底息 會由去年的3.5厘提高至4厘 合資格認救銀債的年齡將會維持在60歲 債券年期是3年 每手債券的本金金額是1萬港元 派息方面每6個月派息一次 而為免有大量債券被少數投資者集中持有 我們將會維持最高配發金額是100萬港元的安排 換句話來說,無論申請的金額是多少 每一位合資格投資者最多只可以獲配發100手 銀債的營救期一共有9個工作日 由8月23日早上9點開始 直到9月2日下午2點結束 債券會在9月14日發行 合資格的市民可以透過20間配售銀行 或者27間指定證券經紀營購 所以我們會期待到9月2日